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暇他顾 如此负重的时代 如此忙碌的生活 如若有一个人愿意花费时间给你 在乎你的情绪 秒回你的信息 那这个人一定要加倍珍惜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回复你的人一定要深交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两个人相处 对方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 点赞最高的评论时 及时回复 有问有答 但也有人在评论下提出质疑 没人能保证手机24小时不离手 要是在忙 或者没看见怎么办 作者回复说 真正心里有你 踏实可靠的人 是不会缺席你们任何一次对话的 感情需要双向奔赴 满怀期待发出的消息 等来的不应该是久久不见回音的空白 所以你看 那些故意晚回复的人 甚至是对你爱搭不理的人 靠不住 更信不过 小事见人品 细节见人心 一个人回微信的样子里 就藏着这个人的用心程度 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深交 光是从回复消息这个小细节就可见一般 经常联系 真诚用心 上周约了几个好久不见的老同学一起吃饭 老刘原定要出差 听说我们要聚一聚 二话不说的就开车过来了 我们这些人 一毕业后就各奔天涯 这次好不容易能聚上一回 大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正聊到信头上 老刘的手机却一直传来震动的声音 老刘一边说着不好意思 一边赶忙拿起手机回消息 有朋友看到后开玩笑说 怎么着 我们一群人在这儿还没一个手机有吸引力 老刘笑笑解释道 这个人发来的消息 我可舍不得不回 说着他打开微信外放 手机的另一端传出一个稚嫩轻快的声音 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爸爸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而老刘丝毫也没觉得不耐烦 耐着性子回答了手机那头的所有问题 老刘说 这些年在外打拼 甭管多苦多累 老婆孩子都没抱怨过他一句 他也不忍心看着家里人总为他悬着一颗心 所以每次他都会回复 听了这话 我们一桌人心里都挺触动的 说实话 这世上没有看不见的消息 只有不想回复的人 心里有你的人 对你永远都不忙 就像傅首尔所说 闲情闲情 情都是闲出来的 倘若忙中还有情 那就是真情了 人和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 热情给错了人 就是一种打扰 真心给错了人 只会换来满心遗憾 和真正在乎你的人在一起 所有付出才能换来同等的重视 出言有耻 嬉闹有度 达邦列夫曾说过 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 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是啊 人和人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那些好的关系都自带边界感 歌手乌启贤曾分享过一段 让他很头疼的经历 当时是凌晨两点 他已经困得不行 本来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 可谁知微信突然响了 看到是朋友发来的视频聊天 乌启贤担心出了什么大事 连忙激了起来 结果对方那里热闹得很 老吴啊 我们在KTV唱你的歌呢 你听 乌启贤被这么一闹 顿时困意全无 但嘴上也不好责怪什么 只是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对方又发来视频邀请 还没等乌启贤开口 对方就说 刚才信号不好 我重新再打一次 你听听 电话那头有说有笑 可乌启贤却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气愤地说 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拉黑 也难怪乌启贤会发脾气 朋友相处 即使关系再亲密 也该保留最起码的尊重 回复消息的方式 恰恰暴露了 一个人品行的最低数 我见过情商最低的人 就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要是相处时超出了分寸 那不是和对方关系好 那叫给别人添麻烦 老家有位好事的大妈 喜欢到处张罗好事 爱替别人操心 前不久 有位姑娘谈了恋爱 大妈听说以后 觉得对方男生配不上她 一会儿 那男生长相不好 一会儿说那男生不够机灵 一会儿说家庭条件 不够门当户对 后来那姑娘不堪其扰 出入像躲瘟神一样 躲着大妈 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感情的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对方过得好 这本身不是坏事 但要忍住 干涉他人生活的手 管住自己随意评论的嘴 往往是更大的善意 王小波曾说 口莫非见 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 层次很低 这世界很大 从不缺发表意见的人 缺的是 不随意评价他人的善良和涵养 人前爱阶短 人后说闲话 不仅失掉了人际交往中的基本礼貌 还丢掉了自身的胸怀和素质 有修养的人 能以包容的胸襟看待世界 不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加于人 不用自己的唾沫 去丈量他人的生活 做人要知分寸 懂换位 掂量好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 相处起来 才会舒服自然 一个人最顶级的人格魅力 就是懂得 亲疏有据 及时回复 绝不怠慢 我一直认为 及时回复 最见格局 还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需要经常和很多领导 沟通工作需求 其中有一位前辈 官职最大 却也让我印象最好 每次我把文件发给他的时候 他都会及时回复 收到 有时候他忙不开 也会提前告诉我 我现在手头有别的事 晚一些再回复你 有一说一 这些领导本来事情就多 根本不可能时时刻刻握着手机 忙着忙着就忘了 也是常有的事 我本来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打算在下班之前 再提醒他一下 结果 反而是他先联系到了我 说回复晚了 不好意思 文件看过了 没有问题 整个工作期间 凡是遇到和他交流的时候 我心里不仅觉得踏实 更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 信息时代 大家隔着屏幕互相交流 你永远不知道手机的另一端 那个人等待的多么焦急 有的人第一次不回复 一问他说没必要 第二次不回复 一问说自己忘记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 让人放心 是一种能力 一个收到和回复的人 做事情有责任感 对待人有包容心 值得深交 收到两个字虽简单 却暴露出了一个人 是否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福尔泰曾说 使人疲惫的 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子里的伊丽莎 也许有人会觉得 回复消息这件事 有些小题大做 可要看清一个人的本性 恰恰要从这样的细节入手 毕竟我们的生活 充满着琐碎的日常 友情也好 爱情也罢 能把握住细节的人 才能掌控人生 收到回复的人 身上有一种 真诚靠谱的魅力 言语有度的人 相处起来 带着亲切自然的气场 往后余生 愿我们都能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